严慕 上果我相信咱们 地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 至于上果 这个网友是个男子是个女子 应该是女子 这个网友应该是个女子 人们所说的上果 实际上来讲女性来讲 一般都会出现什么 泌尿性的轻微的严慕 这个轻微的严慕以后呢 会导致什么逆行来人 久而久之呢 也照样会出现泌尿 这个不能要有情绩 要怎么呢 要看医生 必须看医生 所以说来讲呢 我们的病人 为什么不走向吐息的路 都是他们看医生 看得晚了 他们并不是不看医生 一个是方向没对 一个是看得比较晚了 因为有些病 早期症状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这就像 什么呢 拧刀呢 好防 按键呢 难测 是不是 这个顺病也是这样 它是个隐移性的疾病 越是隐移性病了 越不好治疗 你先来疾病很快 修物车拿来的 很快要抢救过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早治疗 早检查 好 我们来看下一位网友 一位叫努力才幸福的网友说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高血压现在多囊 多囊肾最大4.2 最小2.2 最小2.2 吃中药可以吗 这个病人既有高血压 又有多囊肾 对 这个来讲 完全可以 多囊肾目前来讲 在中国也好 在世界上也好 没有一个很好的吸药方法 他们来讲 就是说 你嗓到医院的程度 一个是手术 一个是穿刺 把那个多囊肾来讲 给里边有一些囊肾给它抽出 实际上来讲 在我们医院 我们采取就是多囊肾 就是我们医院的治疗 无特的重要的治疗 再加上一些西医的方法 效果很不错 我们曾经治疗过 西安的一个患者 西安的不是一个患者 他一共有只的7个 他们是6个发病的 到我们医院来了 3个 其中2个治疗效果 特别好 剩下一个呢 西安的走的尿股症的 因为他来的太晚了 不是说到医院 一切病都能治好的 但他患者来的太晚了 这患者走向头 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效果 现在挺好 还带我们医院的治疗 其中有一个已经治疗了 已经治疗好了 对 所以说咱们有病 还是要早治 如果一旦晚了呢 还是来我们专业的生病院 来进行下检查 我们再来看下一名网友 有一个叫人面桃花的网友说 我家小孩是肾小管发育不全 引起的光氨酸结石 不吃药就疯涨 怎么办 又是关于小孩子的味道 行 这个光氨酸结石来讲呢 它也是一种 就是说那个 代谢无乱的疾病 虽然在我们国家是比较少见的病 因为在全世界也是比较少见的病 这个病怎么办 首先呢 要控制比较多一点 是痛 症犯人也伤了不相同的病 另外一方面呢 还是要进行积极治疗 有想法可以怎么样呢 到我们医院来 尝试一下我们医院的中医 我们医院的中医呢 水平都很高 他们来讲都是几十年 甚至十几年的老中医 都有一套次的经验 也欠过这样的疾病 好 因为我们医院的老中医 都是有着十多年的经验 欢迎来我们这边 来检查治疗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同台上 好多网友都在医院医师 非常的受欢迎 他们也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 有一位网友叫 有一位网友叫 陈玉莲的朋友她说 德勒圣功能不全 怎么长不高啊 这个是实话 德勒圣功能不全 我们并且曾经收拾了一个 十一岁的小孩 他是个单俗的 这个孩子来讲呢 已经多大了 已经十七岁了 看上去呢 也就十一二岁了 通过在我们医院的设疗 圣功能不全 这个孩子呢 现在有个特点 只要一搜到十亚庄心理医院来复习 整个晚上睡不着 要兴奋的 激动的 所以说在孩子里住 总跟他妈说 特别喜欢十亚庄 特别想喜欢十亚庄心理医院的大夫 这个大夫跟了他几年 也跟随这患者治疗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但大夫这患者早已经同样了 他只不过一年来一次 取得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所以说来讲 他就每年带孩子到我们医院来一次 今年他也回来的 好 所以所以希望这位家长呢 赶紧带小孩来我们医院检查一下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提问呢 就到这里了 通过我们毛医师的讲解 以及后期的这个解答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能其中获得很大的收获 那么我们再次感谢毛医师的讲解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在这里 明天的同一时间 七点到七点半 我们不见不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把毛医师的联系方式呢 发送到咱们平台上 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的电话和微信号子 180-3116-8182 180-3116-8182 是我们毛医师的微信号 也是手机号 也是手机号 欢迎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 来毛医师这里咨询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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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